為了減少碳排放 而原本不安裝冷氣的選手村 引起了全球媒體關注 隨著組委會退台 決定為選手村三成半的房間 添置冷氣 加上部分代表團 自己帶流動冷風機來巴黎 擔心選手村室溫過高的問題 雖然未能完滿解決 但也緩和了一些評擊聲音 而香港代表團45部的流動冷氣機 也在巴黎的時間23號安裝了 確保香港的運動員 可以有更佳的休息環境 其實真的要感謝特區政府 他們也很擔心我們沒有冷氣 所以我們也很好 我第一天來到,我們已經有冷氣攤 委會又幫我們打點在一起 我來到,什麼都不用擔心 進來,我就睡覺 其實興建選手村的構思 是由一位法國運動員提出的 而1924年的巴黎奧運會 就是第一屆有選手村的奧運會 巴黎可以說是選手村的出生地 時至今天,選手村的設備 已經非常完善 除了照顧一般的日常生活 和訓練需要之外 也有很多設施和空間 讓運動員放鬆一下 這屆可以招待超過14000名 運動員入住的選手村 是使用木材或低碳的運營土興建 單位有隔熱功能的牆壁 以及將附近70米深的井水 冷革到攝氏4度 然後再輸送到地板下面的水管 將室內的溫度降低 就連村內的350盞路燈 都是由回收的物料重造 整個工程 每平方米是可以減少三成的碳足跡 在村內更可以選擇坐這些電動接駁車 又或者踩單車代步 盡量實踐環保理念 這屆的選手村 是位於距離巴黎市中心 大約7公里的塞納聖誕尼省 是由一塊工業的荒地發展而成 整個工程由設計到喜好 總共花了七年的時間 亦花了超過18億美金 奧運之後 這個佔地51公頃的工程 就會變成一個擁有82棟建築的社區 到時會有出租和售賣的住宅單位 學生宿舍和辦公室等等 當局希望可以透過這筆奧運的遺產 去振興一直以來 都是比較貧困的巴黎北郊 其實國外有很多屆奧運 所遺留下來的設施 都是達不到預期的效益 好像早前揭發 有人買入了改建成為住宅的 東京奧運選手村單位之後 竟然將它作為民宿的違規出租 究竟這個規模這麼大的 法國奧運選手村 最終可不可以達到規劃的目的 可不可以取得到預期的效果呢 我想一點最少都要三、四年才看到 我們到讀了 我們到處去 讓我們來席物理宿 電子公司 department